Hello, 歡迎大家來到鬆仔, 隨著很多香港朋友陸續來到英國, 買車又有, 買樓又有, 很多香港朋友有時買樓可能會是借按揭, 我亦都分享過一些share to buy, help to buy, 是怎樣運作的東西。 也有些朋友開始問, 鬆仔, 我剛剛來到英國想買車, 車會不會像香港一樣, 一樣可以上會, 問銀行借錢, 或者問車行借錢, 有沒有這些東西的呢? 我們香港人又能做不做的呢? 所以我今集會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因為這個話題其實是比較broad的, 也有好幾種不同的finance, 所以我們今天就集中討論一種, 就叫做PCP Finance。 好,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那邊。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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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鬆仔, 麻煩你, 啊, 他人在我啊! 蛤? 這裡不是鬆仔, 亂幹什麼嗎? 不知道啊, 你就問鬆仔啦! 話說在前頭下, 無論你是租屋也好, 還是借錢買車也好, 所有的方法呢, 裡面必須要包括一個叫credit check, 那如果你是完全沒有credit history, 白紙一張, 那很抱歉, 你是不會可以借到的。 但喂, 不是啊, 鬆仔, 我已經來了可能有一年半載啊, 或者我已經有申請過信用卡, 那我又交過租啊, 又交過水電媒, 有一定的credit history啊, 那我們呢, 就可以探討呢, 下面幾種呢, 買車的finance方案了。 由於呢,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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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credit check 的需要的要求呢, 呢, 比其他東西呢, 呢, 都是容易和簡單的,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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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是學生這樣算, 呢, 我認識了很多幾個朋友, 都是, 她學生身份, 沒有工作呢, 呢, 她都申請到這個car finance, 那所以呢, 呢, 呢, 門欄比較低, 比租屋還要低, 那所以呢,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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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租过屋,给过水电煤,其实你都会大部分时间都会符合资格去借这个车购买的 我说说第一种,叫PCP Finance,是英国所有车行都几乎一定会提供的一种Finance来的 所有买新车尤其是会有的,全名叫Personal Contract Purchase 什么叫Personal Contract Purchase呢? 其实很简单,首先就是你走入一间车行,假设你进了Audi 看见的Audi A3很有型,很帥,全新车,全新车卖36,000,有点贵 我一炮过给不起,数数荷包,没钱给,那怎么办呢? 不要紧,销售当然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 首先我们看一看我们图中显示,图中显示是将一辆车分成三个部分给钱的 第一就是你的首期就好像你买屋一样 你如果,譬如我现在手上有… 3000磅或5000磅首期 它通常都有一个最低级的,大概兩三千磅左右 你拿着这两三千磅的Deposit 你放了下去,那你的车… 36,000的车,放了3000,并不仅仅US 33,000的车 止33,000的就不是把设计 RiSfer的东西wsFinance 会将它摊开成为24至48个月 就是大概是两年至五年期 左右四年期左右这些时间 每个月就月供几百磅去供这辆车 好了,但是你摊开来 你如果要供完整辆车 你三十几千摊开48个月也很厉害 所以它就只是一部分 所以你只是48个月供几百磅 但是那一部分只是佔你辆车的大概40% 好了,你供完之后供完48个月 这辆车都不是你的 因为还有最后一部分 我们英国人叫Balloon Payment 因为最大部分那一部分 好了,你辆车可能供了四年之后 那三十六千 你可能最后还剩下14千或者18千是未供完的 那怎么办呢?你又没有那笔钱 不要紧的,你没有那笔钱 你没有那笔钱 售仇士就会跟你说 哦,你可以把车还回给我们 那你走走走就行了 不用再给钱 又或者你真的有那笔钱 一炮过给了那十八千 那辆车就属于你的了 还有第三个方案 第三个方案 才是哄你落大方案 就是当你的车 剩下十八千是给不起 但不要紧 何先生,有第二辆RD A3 刚刚出了新款 要不要再看看 那辆又是卖三十六千 但是我又没有Deposit 没有首期 不要紧的,你辆车有十八千 你算一算 咦? 其实那辆车是值超过十八千的 我给你二十二千 咦? 那就有四千Deposit 通常都没那么多 可能二十千 用二十千来买回你辆车 那你辆车明明是十八千 二十减十八 就剩下两千 两千刚刚好 然后就去到新车的首期 然后整个过程 由头轮回多一次 好了,大家听到这里 能否感觉到伏位在哪呢? 那伏位就是 无论你扔多少钱 到辆车那里 除非你是把车 最后Balloon Payment 一次过给了它之外 你是从来都没有拥有过那辆车 那辆车你永远 你都是帮车行打工 就好像你在香港买楼一样 永远都是跟地产商打工一样 这种借钱的方法 最愚蠢的位置在哪呢? 就是通常一架全新落地的车 假设它是一个三十六千的RDA3 对不对? 三年之后 它约莫是值二十千 二十一千 那三十六减二十一 就是十五千 其实呢 你前面的Deposit 和你供的三十六个月的Payment 就是帮车行去供了头三年 那辆车贬值那一部分钱 因为那辆车呢 头三年那十五千 是会完全消失的 那个价值 而你呢 就是做了帮它搞定 供了这十五千那个人 那所以呢 车行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喜欢 你们是出这些PCP Finance 他一听到你说Cash Bar 他就头痛了 他见到你肯出这些Finance 就知道有水与泥了 那但是呢 就不是说他因为这样呢 而会没有客人 为什么他仍然有客人呢 因为很简单 不是每个英国人呢 都可以有十几二十千 随时拿出来买一辆车的 那但是另外第二样东西就是 那些外国人呢 是很喜欢驾驶新车 处里下海 没有人驾驶过嘛 但是人人都想驾驶 不是只是外国人 是不是人人都喜欢驶驶的 但是你驾驶新车 又给不起钱 这个呢 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那如果你真是看中一辆新车 你又好想驾驶新车 而且你呢 手头上又不够弹药 你又真是想要出PCP Finance的呢 那我劝大家呢 就跟从一个规矩 那规矩呢 就是 给得越少deposit 和月供的钱越少呢 是越好的 你无论后面的balloon payment 多大 其实不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三年之后呢 大部分的人呢 都不会熟回车 最后只有两个选择而已 要不就walk away 当没有件事发生过 要不就刚才第一个 第二个option 就是轮回 将它呢 就用贵几千磅的价钱 就买回你的车 然后将那几千 所谓给你的incentive 就丢回到一个新的PCP Finance 那另外呢 你如果做PCP Finance 记住呢 就要选一些有着数的日子去做 比如是暑假 夏天七八月的时候呢 比较少人出车 或者是冬天 临上11月底的时间 临上数之前 通常的时间呢 都会有一些优惠给你的 可能车本身的价钱会减少 又或者它有一些叫contribution 下去的 就是你丢四千磅 我又丢二千磅下去 那加上depost也有六千 但其实实际上 你只是给了四千 那六千 另外凸了两千 就会平均spread了 在你那个每个月的payment那里 从而去减低你每个月的payment 因为你最后那一部分 其实大和小都没什么关系的 因为老实说 一个正常人 都不会扔那十多二十千去熟回车的了 如果你真的要开新车 又真的要出pcpfinance的话呢 越低的每个月的payment 和越低deposit呢 那你其实是越好处的 那还有 这个pcpfinance呢 其实是一个避忌位的 不过呢 我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博 因为风险很高 和很危险 但是呢 回报亦都很高的 那我告诉大家 是什么呢 我曾经呢 有一位英国本地的 玩车的师兄呢 就跟我说 因为他自己呢 就出了一辆很漂亮的跑车 那次呢 我约他出来 即是他约我出来聊天 那些呢 他就跟我说 我这辆车刚刚伸出 pcpfinance买的 用最低的deposit 最低的月工呢 去供这辆车 我最想是什么 他跟我说 我最想是什么呢 就是这辆车三年之后 被人偷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想三年之后 被人偷了 因为呢 他买了全保 加gap insurance 我之前有解释过 什么叫gap insurance 就是呢 当你那辆车 如果三年之后 被人偷了 但是你市值本身 你买回来 可能说超跑六十千 买回来的 三年之后 他只是值四十千 被人偷了 那你的验疏只是 赔四十千给你 那他还有二十千 就硬扯了 但是呢 如果你买gap insurance 不是的 是叫back to invoice 是赔足六十千 那就是说什么呢 三年之后 如果你的车被人偷了 找不回 有报警 是真正被人偷了 有记录的 你去camp这两个验疏的话 就等于 这三年 你免费开了一辆车 这一招呢 是 就是 我就不觉得 有人会希望的了 我们香港人 但是鬼佬 是真的有些人这样想的 就是 我不知道是说笑 还是认真 但是我自己 被人打劫过呢 我就不过 撿身坐下 没事的话 但是呢 他们就会觉得 这个是 是一个隐藏秘技 所以呢 就更加 fill up那些人去偷车了 他就觉得 没所谓了 我被人偷了 最多就是 夏年的验疏 但是没所谓 你夏年的验疏 贵极啊 都不够他三年的 deposit 加上每个月的月工贵 所以他总是有赚的 但是 但是 那样博静不值得呢 就 因人而而 那你自己决定了 说真的 我自己就不想了 待会那个贼 不止是偷车的 还要找刀 捅你的 那就糟了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结果 你如果买新车 无论你是用PCP Finance 还是Cash Buy 什么都好 麻烦 记住 一定要买Gap Insurance 因为 真是被人偷 被人打劫 那一车 是可以赔足的 但是这只限于 是五至七年内的新车 才有这些这样的 incentive 才可以买到这一种 这样的验疏 你太旧的车 是没人送来的 我想跟你说 你一定要新的车 比较新的车 他才会有这些验疏 那最后我想讲讲 怎样可以申请到 这些PCP Finance 首先你要带一张 photo ID whether or not 是你的passport 还是你的车牌 都可以的 第二就是需要有 你的地址证明 那就证明你住在这里 基本上 拿齐这两样东西 你已经可以去申请 一个PCP Finance 很多时候 一般基本上 如果是英国人的本地人 他就会需要你有三年 的一个history 你住在英国三年 是住在哪 你的employment history 是怎样 看一下你的credit 是怎样 但是有时候 好像香港人那样 来了几个月 半年或者一年 你是没有这些history 但是不要紧要 有些公司 他仍然ok的 不是全部 有些说 他可以做到一些 oversee check 那你就尽量给他多些资料 去做这个check 希望可以pass到 基本上 就即日会知道你 是否pass 另外就是 如果你是拿 driving license去 麻烦 要英国的driving license 所以我相信 最少都要半年 你才有 即是可以拿到 driving license 你才可以去申请 car finance 那坊间 很多人说 不用半年的 183日之前 你已经可以申请到的 DVRA 一样会批 一张车牌给你的 那我就不知道 这样做 是不是合乎 规矩 但是以我所知 正规的方法 就是要 如果你要 住够183日 你拿那张车牌 才能够拿出来 用的 你之前拿了 可不可以用 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 正规的方法 是183日后 你才可以拿车牌 出来用 你可以challenge我 但是 这个是我所知 认知的 唯一一个正规的方法 所以大家 就要留意 你一定要有 一个英国车牌 你才可以申请 PCP Finance 但是 不一定要三年的history 有时可能 半年 9月1年 都有机会可以 那就视乎车行 但是另外 还有第二件事 我想说的 就是利息 一般的PCP Finance 如果车行的利息 有时是 4厘多 如果你是二手车做这些 就更贵的 可能6厘多 7厘都有 但是有时 会有减价 某些车款 就可能2厘 3厘 就可以了 甚至乎 有些特价日子 就是0%APR 那你如果真的 很想出新车 又不怕被他找你笨的话 那0%那时去做这件事 就是最划算的了 好了 今集说到这里 差不多了 下一次我会再说一下 关于其他类型的 一些finance option 以及一个 我自己 会做的一种car loan 有一种是我自己 会特别认为是划算的 那我下一次也会和大家分享的 如果大家喜欢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记得按一下小铃 那就知道我下次何时出片了 今集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